台湾疫情终于爆发了,昨天确诊180例,今天确诊206例 全中国疫情啊,在武汉疫情之后,还没有哪个省份一天爆发过这么多 香港最多的一天,也就是178人确诊 另外为什么说终于爆发了?不是说我盼着它爆发,终于盼到了 而是按照台湾防疫的力度,如果它不爆发,那就不符合科学了 而且等到今天才爆发,已经是走了狗屎运了 天时地利人和,少一样都撑不到今天 自疫情以来,台湾的防疫漏洞一大堆,普通人都能看得出来 首先是入境管控上,台湾一直是以政治为中心,只针对大陆 大陆疫情控制半年多了,滞留在武汉的陆沛小孩还是不让回去 但是美国,日本,欧洲,甚至印度疫情爆发的时候 每天确诊几万几十万人,回台湾仍然是畅通无阻 对于入境隔离大家都知道,现在即使隔离两周,也不能完全排除所有入境感染者 但是台湾一直实行的是居家隔离 就是你到了台湾,自己打个出租车,回家隔离十四天就可以了 姑且不说很多人,居家隔离期间偷偷跑出来四处玩 就隔离者同族的家人,本身就可以自由活动 这种隔离怎么可能一直不出事情 而且面对高风险的飞行员,空服员,实行三加十亿的隔离政策 就是在家隔离三天就可以了 另外在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实行大规模检测或者免费检测的时候 台湾还是严格限制检测 只有通过医生的认定,你才可以去检测 而且检测费用七千新台币 就是一千六百人民币 按照台湾22K的最低标准 是很多人三分之一的约收入 全世界疫情爆发这么久,还限制民众检测 完全不可以理解 最后就是疫苗的接种 现在大部分国家都在拼命的打疫苗 大陆是已经接种了将近四亿人 德国是到七月底,就是差不多再过两个月 给70%以上的人完成接种 到时候接近全民免疫 但是台湾到目前只接种了12万人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怪谁呢,还不是民进党一切以反中为中心 你不买大陆的疫苗,我可以理解 但是本来可以通过上海复兴 去购买辉的疫苗 因为上海复兴是大陆的企业 你就不买了 人家上海复兴十几年前就拿到整个大中华区的代理权 这里面能有什么政治因素呢 所以纯粹的就是为了反中,无孔不入 所以上面种种因素加起来 你说台湾疫情不爆发,它不符合科学呀 至于台湾能撑到今天,到底有什么狗屎运呢 我们就按照天时地利人和来说 什么是天时呢 我们姑且把天时当成运气 大家都知道台湾之前有个敦目舰队群居感染 其中有31个确诊的士兵 有上岸和各自的女朋友接触 这个接触不是握手的接触 而是啪啪啪拍手的接触 结果31个女朋友一个都没有感染 所以这种运气你得说有多好 所以过去台湾一直没有出现超级传播者 发生的疫情都没有扩散开 但是你的狗屎运不可能一直好 就像这次就有个狮子王感染后传播一大片 最后有一点就是地利 这个新冠病毒大家都知道 第一波的时候温度对它的传播是有影响的 去年夏天的时候 全球大部分地区疫情传播情况都缓和了很多 台湾又处于比较热的地区 但是现在就出现了很多变种 像英国变种,印度变种 传播力显著增强,也不怕热 所以现在台湾这个地利就消失了 这次台湾爆发的就是这个英国变种 最后一点就是人和 这个不是说民意呢 领导防疫领导的多好 而是我们整个东亚地区老百姓 都是比较好管理的 政府说戴口罩就戴口罩 政府说隔离我们就隔离 比起欧美国家的老百姓来说 现在还是很多人不肯戴口罩 甚至不相信新冠的存在 所以我们防疫起来难度就低很多 所以说之前台湾是天时地利人和全有了 才一直没有爆发 顺难听念就是狗屎运嘛 但是狗屎运呢 不可能一直有用 台湾没有好好地利用这个狗屎运 给他带来的这么长的时间 介意弥补防疫漏洞 抓紧时间去给老百姓找疫苗 你不是和美国关系很好吗 美国有几千万上亿的疫苗闲置着 你去求他给你几百万执行吗 把那些高风险人士都打了疫苗 现在是不是会好很多 但是他都没去做 有句话是怎么说呢 就是愚蠢的人走了好运 不会让他变得聪明 只会让他变得更加愚蠢 民进党就是这个蠢货呀 他把台湾这个狗屎运全用来造神了 就造了陈时中这么一个神 台湾疫情控制得好 全归功于陈时中 其实陈时中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他的防疫就是开新闻发布会 其他的像防疫追踪 隔离 入境检疫 所有的措施 在其他国家不都是很普通的事情吗 结果到了陈时中身上就被吹捧成神 因为把陈时中造成了神 所以面对台湾的防疫漏洞 面对陈时中犯过的错 很多人提出批评 或者提出意见 不但不被采纳 还被大家攻击 因为你怎么敢批评神呢 现在狗屎运走完了 疫情爆发了 但是大家也不太担心陈时中 这个神是不会倒的 大家可以看看 现在民进脑已经开始打背景牌了 说什么陈时中为了台湾 一夜白了头 又可以把台湾人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另外就是台湾疫情发展到今天 每天一两百个新增确诊 看起来形势非常严峻 但是也不用太担心 首先就是他没有完全失控 就是所有感染的人 接触者还可以追踪隔离 像之前欧美国家 已经放弃追踪隔离 感染者和接触者 因为每天几万人没法去追踪 现在台湾还处在可攻状态 只要开启大规模的检测 封锁隔离 加上老百姓有什么配合 疫情控制下来不是很难 但是疫情已经在台湾传开了 所以除非采取和大陆类似的全民检测 或者非常严厉的隔离措施 台湾呢 基本上也很难再回到疫情前的状态 它有可能会是像日本 韩国或者新加坡一样 具体发展到哪一种情况 就看它采取什么措施 但是也绝对不会失控到 像之前欧美或者印度那种程度 另外就是有一点 台湾疫情虽然现在很严重 但是他们是绝对不会购买大陆疫苗的 有句话怎么说呢 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格高 若为自由故 二得皆可抛 对于民进党来说 疫苗是生命 但是购买大陆疫苗就是放弃自由 这中间差着两个级别 所以咱们一些人也不要自作多情 吵着让台湾购买大陆的疫苗 这是不可能的事 另外台湾疫情的爆发 国台办和福建省政府也走了狗石运逃过一劫 因为4月份福建省政府发布了一个公告 说是从5月10号 实施台湾负福建入境检疫 便利通道试点工作 就是在金门和马祖居住28天 赴福建可以免隔离 实行好的话 当然就可能扩展到全台 当然这个涉台政策肯定是国台办主导的 这个不用怀疑 福建省政府也就是一个执行机构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 福建省政府为国台办背了锅 被大家痛骂福建跪台 在巨大的压力下 这个事情就被推迟了 所以如果不是大家的压力 和台湾今天疫情的爆发 这个小三通 甚至是开放全台也是早晚的事 那么有疫情从台湾传到大陆 也是指日可待 所以啊 现在国台办制定这个政策的脑残们 是不是很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 不过虽然你们走了狗屎运 逃过一劫 但是这个事情再次证明了一件事 就是到底是我们大陆的网友 我们都是凤青 我们是脑残 我们整天就会喊打喊杀不顾大局 还是说国台办是脑残 你们的政策有问题 台湾面临这么多疫情风险的情况下 连普通的网友都知道 台湾的防疫早晚靠不住 为什么国台办看不出来 谁制定着这政策 谁想出来的 这么脑残的决定 不是说你走了狗屎运 躲过去了 这个政策的制定者 就可以不负责了 我发的第一个视频 关于禁止台湾波罗的就说过 国台办最善于七上满下 这件事又反映出国台办除了七上满下之外 还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存在感 什么是存在感 就是说国台办总要时不时的出来 找一些事情干 弄一些新闻出来 因为如果没有事做 没有新闻 那他就不会有功劳 那怎么升官发财呢 就和这次搞小三通一样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不能搞 他就看不出来 因为他很着急需要找事情去做 而正事他又不会去做 他最擅长的就是 抗大陆之凯去收买台湾人心 所以就想出这个 汇集台湾台商的事 另外说到台商 国台办制定这个政策 是不是说单纯为了方便台商 不掺杂其他因素呢 如果你只是不会办事 或者是好心办坏事还可以容忍 但是国台办内部 有没有人收受台商的贿赂 招待和好处 进而因为这种私人关系 不顾大陆的利益为台商说话 还是说全国国台办 只有前任的中央台办 国台办副主任 拱青盖一个人是坏蛋 你们其他人都是好人 那我给你们点赞 所以有时候我们嫌弃身边 不会做事的人是饭桶 但是以后大家最好还是不要嫌弃饭桶 因为做事的饭桶更可怕 国台办就是这样的饭桶 正事一点不做 你说这几天台湾限制半导体人才来大陆 你有什么应对措施 之前台湾封锁爱奇艺 你有什么措施 类似这种事情太多了 这事都看不到你 办事全是办的恶心人的事 台湾现在疫情爆发了 国台办他又有舞台了 咱们看看吧 不知道他又能干出什么恶心大陆人民的事情 最后呢 就是希望台湾的普通老百姓 无论是蓝是绿 你是支持统一还是支持台独 都能平平安安的度过疫情 但是之前大陆疫情时 阻止过大陆的人 咱们也不客气 祝你们全部狗屁 谢谢大家